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在A裡面的3D 因為其實說真的,以前我這個課可能都是擺在下書題上 但是因為這兩年 我們的A,他在那個3D的部分其實有做了一些改版 所以我希望說各位也可以知道,因為 有不少同學你上個學期都有修過老師的3D課程 那其實呢,我們是可以串接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其實我們在A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也是有3D的功能 有沒有 只是呢 他有兩種3D,一種就是假的3D 假的 什麼叫假的 就是紙片人 紙的 你看看 當我從另外一邊來看的時候,有沒有就是這樣一條線而已 也就是假的就是沒有厚度的 沒有厚度的 像一張紙在那邊轉 那當然A也可以真正把3D模型把它叫進來 不過呢,你要真正把3D模型叫進來 我們 要靠他內建的一個功能 他有內建一個叫C4D Lite 這樣的一個3D軟體 好,那他專門就可以 幫我們的A 產生一些 真實的3D場景 那當然不見得一定要就是用真的 其實用假的3D其實也很好 因為有達到那個透視效果就好 所以 兩個都可以,不過呢,我們的重點是擺在下面這一種 所以有限把這樣的方式稱作2.5D 那這個是在AE很早以前就開始 有的功能 好 那麼甚至呢,我們的Photoshop 也可以跟他做結合 好,那你來看一下 所以我的 進度裡面我有放兩個 一個是 針對AE的 一個是針對Photoshop 因為Photoshop 消失點 也可以 也可以直接轉成AE裡面來用 我問一下 有沒有同學有用過消失點 有,有些同學有用過 那我特別查一下我上了學習3D的課程 我竟然沒有講 好,這個其實 消失點在我們的3D裡面 其實也 蠻方便的 好 那這個是 他可以直接做成 給AE 專用的格式 拿到裡面來 你就有3D的場景 那我們AE的3D 不是玩假 他是玩真的 跟一般的3D軟體可以說是一模一樣 也就是他除了有標準的 還有這種3D的圖層以外 他也會有攝影機 也會有燈光的概念 都一樣 跟真正3D都一模一樣 那我們現在呢就麻煩大家 今天如果來得及我們就這個可以講完 那如果來不及 把這個也講完就留到下次 好 這個打開 你可以先把我們的 辦理檔案把它下載下來 那如果這邊沒辦法下載沒關係 你就進到學校社會學平台 請到這邊 有沒有最新教材這裡 這是錄影片 教材教材 我看一下 我有沒有放 我沒有放 好現在我把它放上去了 那你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我這裡面呢 這裡 已經有這個檔案 那麼你下載好了之後呢 你一樣 把它解壓說字詞就可以了 好 打開 我們可以來看看喔 那素材醫師的話怎麼辦 你應該會了 素材醫師請找這裡 找這邊 其實我都是來自同一個檔案 PSD的檔案所以你只要點兩下 好我們就去找到 我在下載下載這裡 這個裡面 Footage 有一個PSD 就是他 好那你這邊都不用選沒關係進來 他就會自動幫我們找到所有的素材 這樣有沒有問題 而且你會發現進來之後在這裡 我們好像分成兩邊的有沒有感覺到 這裡一邊這裡一邊 以前我們都只用一個 那因為你現在是3D所以我們這邊會開兩個 那他會從 這裡 可以選擇你從不同的角度 你是從攝影機的角度像這個邊就從左邊 左邊來看所以我們有可能從上面有可能從左邊 從前面 從不同的角度去看 那 因為他是立體的所以就不一樣 這樣了解 那右手邊這裡啊 我這個檔案你會發現好像有一些網格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不太習慣看到他可以把這個 這個選項把它關掉 有一個就是粗略的3D 有看到嗎 DRIF 就是草稿式的3D我把這個關掉 有沒有感覺那個網格裝就不見了 這裡按一下 他會跑出來 尤其是剛開始打開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 不太習慣看到他就把這個 看一下就好 好那麼先進到這邊來就是 先看一下 其實我們在AE裡面 應該說我們在應用上 其實這種假的3D還蠻常見的 比如說你看像這樣海浪的效果 我們用塗層 用上次的增加英語可以做 但是如果你希望他遠近的效果 其實我也可以加上 瞬即讓他變成3D的感覺 另外呢 一般大家比較少看到 台語的紀錄片 紀錄片 你有看過很多對不對 尤其像我們公共電視啊 很多紀錄片 但是台語的 你聽到比較少 那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在介紹 要講慰水 你可以感受看看 你有沒有感覺到這些人 都是一天一天的 因為以前的這首暴霆 他就寫暴露的 或者是那個 有沒有看到之前 學過的 他可以吐我操控彎曲 說實在 我為政敵超煩的毛病 你看 這樣有沒有操控彎曲的感覺 對不對 你看到他都是一片一片的 可是他把它疊在一起 他透過像這樣 是不是有點3D的感覺 包白賽 這樣也是 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 這個 用A做就是很適合的一個 呈現的方式 那另外我們往下走 培國畫的 有沒有 山水畫的 我之前也有看過那個 那個什麼 壁滑 那個叫做 朋友我們的那個叫做 清零上海 好看看 有沒有把一顆一顆的拿出來 這些都是平的 可是為什麼會有攝影機進去 可以啊 A就可以做這個 這樣有沒有感覺了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是什麼 就是一定要有3D模型的那個叫做立體 我們用A這樣做起始演 很適合 那這個廣告在前 兩年 還蠻常見的 有沒有 在那個 他就這樣轉轉轉 這個是都是一片一片的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透過 上一次有沒有介紹藍綠幕的去背 可以嗎 你看到現在很多的廣告或電影他在那邊 做什麼動作 後面有一些合成的其實都嘛是 透過後製現場怎麼能做到 對不對 所以他就需要透過藍綠幕 只是呢 男主角或女主角要知道 哪一個地方會出現什麼 他要請 導演要請他 你在這裡點一下 然後我們 後製的時候那邊就會打開 知道了解 所以這個 你也可以 看一下 你有在網上訂過飯店嗎 有注意到同一個房間 在不同網站上的價格 我們看 後裏方那邊 有看到了吧 是不是這樣一片一片的 對不對 像這一種的 其實廣告裡面 也很常用我們AE這樣做 這個一樣 這樣丟進來而已 這我就不用再講 好 那你 上網 你可以找一個關鍵字 這個 Mate Pating 3D Mate 那你就會發現原來 用AE做3D場景 真的比用真實的3D模型去做快多了 有的 有些 電影 應該說有些 那個的 他們就專門在做這一塊 厲害 那你看起來 就是假的 但是用B針 這個你可以去試看看 這個是有位同學 就是跟我講 他像這個 也是很類似我們剛剛前面介紹的 好像是一個MP 看到像這樣子 一定要用3D做嗎 沒有 不一定 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在爽 有沒有 像這樣 都是一片一片的 這樣大概了解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你就 會知道 這裏面還有蠻多的 這個是 公共電視的一個 客家電台 一個 影片 這個 你也可以參考一下 其實很多 真的 你看他有沒有一片一片的 一層一層的 像剛剛那樣就是一層一層的 那你可以透過攝影機 我們去做 錄音輪浪 這樣是不是都一層一層的 了解 所以即使你沒有真正戰力也沒關係 那 之前呢 我們Discovery有一系列台灣100元的 他也是類似這樣 我們看這個原本五集的 看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的一層的 前面這個當然就是這麼大 是你看到 有沒有這樣 站起來 對不對 有沒有這樣一片一片站起來 這裏都是一片你會看到 所以他有一系列 這個有一系列 都是用這種方式 去呈現出來 那你有興趣的 你再去看一下 好 看很多了對不對 反正 就是這麼多 來吧 回顧一下小時候 有沒有看過 水果奶奶 你看他的這個 樹裡面 這些 其實通通都是什麼 2D的 可是他 把它做成這樣 水果冰淇淋喜歡你 美麗故事站在這裡 所以 你看都是2D的 可是 沒有3D模型 一樣 我們透過 運鏡的效果 就可以有這樣的概念 OK 下面這裡 就是 3D跟 實際的場景做結合 那這個後面我們有機會 在A裡面 也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 打開的一個 場景的一個 內容 那我就等收入一下囉 好 好